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 一同和大家来分享圣经的真理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让神行在前面 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 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 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了他中心的仆人约书亚 代替摩西 带领着以色列人再一次来到约旦河边 上帝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 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地方 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 记载了他们当时驻扎在石亭 这个地方 约书亚打发了两个探子去窥探 去看一看伊利哥大城 当这两个探子去的时候 伊利哥城的人得知了这个消息 便四处寻找追杀这两个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人的处境吗 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他们慌不择路逃到了纪女喇合的家里 纪女喇合因为听说了以色列人在上帝带领之下的种种经历 也知道上帝已经把迦南全地赐给了以色列人 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 所以他将两个探子藏了起来 记得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隐藏这两个探子的 他也请求这两个探子能够答应他的要求 那就是在以色列人攻取伊利哥城的时候 纪念他和他的家人 存留他们的性命 当大有信心的约束亚带领着以色列人 经历了上帝的神迹 从约旦河底部走干地渡过河之后 上帝吩咐约束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批以色列成年男子都倒在了旷野之中 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 而在旷野行进的过程中 出生的这一批新的男丁 他们还没有接受过割礼 当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吩咐 前进地度过了逾越节之后 他们就要面对进驻迦南的第一个挑战了 当约束亚正在民思苦想 怎样去攻打伊利哥城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手持兵器的人 约束亚记的五章十三十四节记载 约束亚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伊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束亚就俯伏在地下拜 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永生的上帝将他的计划 告诉了他的仆人约束亚 他已经为以色列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约束亚记六章的二到五节记载 耶和华小玉约束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伊利哥和伊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会前 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的脚声拖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这好像不是一个作战计划 要知道以色列人面对的是高大强壮的迦南人 他们有骁勇善战的马兵和铁车 而且耶利哥城的城墙高大坚固 攻取这样的要塞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然而上帝给出的却是一个 不用以色列人攻城 城墙会自然倒塌的一个计划 但约束亚经历过上帝的大能 他对上帝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于是他按照上帝的计划 开始了攻取耶利哥城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非常熟悉 以色列人的祭司们 抬着约柜走在队伍的前列 以色列的勇士们跟在后面 一连六天 每天围绕着耶利哥大城走一圈 走的时候 七个祭司边走 边吹号角 而其他人则一言不发 静静地跟在祭司和约会之后 以色列人的这种举动 对于耶利哥城的人们来说 是一个不解之谜 他们听说了 以色列的上帝 用大能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 在他们眼前让红海分开 使他们走干地渡过红海 并将埃及的追兵淹死在红海之中 他们也听说了 不久前 上帝又一次施行了神迹 让约旦河上游的水停止 立足以色列人走干地渡过了约旦河 如今他们这样奇怪的举动 让耶利哥城的人们有点恐慌和迷茫 但是他们因着耶利哥城墙的高大坚固而骄傲 他们并不把这些以色列人放在眼中 这六天的历程 对于以色列人的信心来说 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他们每天按照约书亚的吩咐 围绕耶利哥城走一圈 但事情好像没有任何的进展 耶利哥城仍然高大坚固 敌人仍然虎视眈眈 但这是上帝的计划 祭司们抬着上帝的约会 在众人前面行走 以色列人仿佛看到了上帝的同在和引领 他们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充满了怀疑和埋怨 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也相信上帝的计划必然能够实现 到第七日 他们围绕着耶利哥大城 走了七圈之后 约书亚吩咐众人呼喊 当沉寂了六天的以色列人高声呐喊的时候 上帝就为他们施行了神迹启示 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墙 在他们眼前轰然倒塌 他们就冲入那城 攻取了耶利哥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这个事件当中 上帝是整个计划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同时也是这个事件当中最关键的环节 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成就者 正如上帝的使者所说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重要环节 为什么上帝的使者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他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在人生的许多境遇中 都会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一样 感到无助 敌人是那么凶恶 困难像一座高山一样 苦难好像没有尽头 但此时此刻 耶和华上帝就站在我们身边 关键是我们信心的眼睛有没有睁开 能不能看到上帝的生意 愿不愿意放下自己 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元帅 我们的领导者 这个事件从始至终 我们都看到了上帝的引领和帮助 而约书亚则是在这个计划中 充当了传达者的角色 他对上帝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所以他一字不差地 将上帝的整个计划 告诉了以色列人 并且按照上帝的计划 做了详细的部署 以色列的百姓 因着对上帝的信心 也再次看到了他的大能 征服迦南地的首战告捷 极大的鼓舞了以色列人的信心 同时也是以色列人 经历了信靠上帝 就必得胜的宝贵经验 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大能 攻取耶利哥城 不是一个故事 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它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是上帝的大能 在人类历史中的彰显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抱以敬畏之心 因为这不仅仅是生命铸就的历史事件 更是历代以来 一批批跟随上帝之人的生命见证 以色列人跟随着上帝的带领 让大能的上帝行在他们前面 他们的信靠 使得上帝的计划能够顺利地完成 同时也荣耀了上帝的名 今天的你我 不可站在历史的至高点 而轻视他们的信心 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寻求帮助 愿我们像那些心灵禅弱 而且无助的以色列人一样 寻求上帝的帮助和带领 紧紧跟随上帝的话语 就是圣经的指引 在属灵的道路上 为上帝打那美好的仗 谢谢大家 愿上帝祝福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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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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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